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那么历届考题的赏息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 两个相应母体的平均数的比较 这个题目是台大国企的考题 题目是这样说的 有两个牌子 就我们来做一个 两个牌子的什么呢 轮胎的模号的比较 那现在有十台车 然后A牌子B牌子 相依的状况 那么这里的数值 所表示的是说 是它的模号的一个公理数 那么现在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题目说 现在说假设这两个的 difference指的是它的差异的话 差是常态 那么它也是直接的要求 我们做的是 paired sample t-test 它要我们去做的是相依 母体的一个比较 那这个如果我们拿来做 独立的母体的话呢 将会比较不正确 我们要用的是相依的母体 而且它还跟我们限定了 这是什么 这是虚无假设 这是对立假设 而且也限定了我们 alpha指是多少 0.01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假设检定 既然是相依的母体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的差 都算出来 现在这个我们difference 用d来表示好了 来 第一个 这是a跟b 那我们就用a减b a减b 第一个是多少 3 第二个呢 负10 第三个呢 10 第四个 负8 再来 这是25 这个是2 这个17 这个3 那这个呢 2 这个2 现在我们的资料是 这是它的difference 我们需要的是 对于这个d 要去做平均数 以及变异数 我们都需要把它算出来 那么现在 我们把它全部算出来 di i等于1到10 是多少 来加起来 全部加一下 正的还负的呢 正的 46 所以我们的平均数 dbar是多少 是4.6 那么我们现在下一步 要算什么呢 算它的变异数 那么变异数 要算的是 s平方的话 我们怎么做呢 这边数值是比较多的 我们就把这个 平方 平方的和 先算出来 这是9 100 164 这是625 4 这个我们算一下 这个是 全部把它 平方的和算出来 来我们算一下 这边算出来的结果是 1208 我们算好了 那么在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要的资料 也找出来了 s的 s平方 也可以算出来了 这个算的法就是 用n减1 这个我们把 原来的公式 先复习一下 这相当于是 平方的期望值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 期望值的平方 类似像这样子的想法 就这样做 就可以了 好 这边的话 底下当然是n减1了 这边是10笔资料 那这边就是9了 那这个是平方和 是多少呢 1208 那么平均数是多少呢 4.6 4.6的平方 这样子算 这样子比较 看起来比较简单 这等于多少呢 110.7 那么我们把它 平方根算出来 所以sd是几 10.5219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 这平方根 开一下平方根 好 那现在我们 重点点的是 我们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 我们就可以进行的是 T减定了 那么T减定 来怎么做呢 μA等于μB μA大于μB 这个是题目告诉我们的 我们还是写一下好了 H0是μA等于μB H1是μA大于μB 那现在题目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D D的意思 这边的话呢 是D大于0 这边是D等于0 那么现在我们的 T减定 当然就是 右尾 那么先把我们的T值 先算一下 我们的T值是 D bar减掉 这个减掉0 然后这边是sd 除以根号n 来算一下是多少 这等于4.6 下面是10.5219 除以根号n 根号10 这个我们算出来是 1.382 那么现在我们的T值是多少 来查表 这个地方 我们的自由度是采用的是 这边是10 来我们看一下9 0.01 0.01的这个地方 自由度10 这是多少呢 2.821 2.821 而我们这个1.382 我们是落点是在接受欲 所以我们是接受H0 就是无法拒绝H0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两个牌子 A牌跟B牌 是不是有所差异呢 我们看不出有明显的差异